世间的人吃肉 认为是理所当然 于是任意杀生 积了很多怨业 世代相传相互效仿 竟成为一种漏俗 而不自以为非 没想到此 我都痛哭流涕 而深深叹息 从她的迷雾偏执来看 略有七条列举如下 一 生日不应杀生 父母生养我们劳累一生 孝敬父母是我们做人的基本道德 我们这个身体诞生的那一刻 正是父母在死亡线上垂死挣扎之时 这一天正应该戒杀持斋 广行善事 这样才能使已故父母往生善道 渐在双亲增广与我们杀害生灵 上给双亲留下祸患 下也不利于自己及子孙 众杀业得杀报当戒之 二 生子不应该杀生 凡人无子便感到悲哀 游子便感到快乐 这是人之常情 动物界也如此 庆祝我的子女诞生 而杀害他们的子女 于心何人 婴儿刚刚出生 不去为他们积德造福 反去杀生造业 不是太愚蠢了吗 三 祭祀祖先不应该杀生 在祖先的祭日 以及春秋祭扫时 都应戒杀 用杀生去祭奠亡灵 是在增添死者的罪业呀 即使山珍海味 一样一样地摆上 遗骨又怎能起来享用呢 有智慧的人 是不会这样去做的 代谢的荤食未必珍贵 果蔬素食未必不好 作为后代 重要的是慎修自身 而不致断了祖宗的德性 这就是最好的祭祀啊 四 婚礼不应该杀生 世间的婚礼 从问明到纳采 直至成婚 不知道要杀害多少生灵 结婚是延续下一代的开始 在生的开始时 去做杀害生命的事 这在道德伦理上 是相违背的 再说 婚礼是吉礼 在吉日而动凶杀 不是太悲惨而不吉利吗 凡人结婚 一定愿意白头偕老 你愿偕老 禽兽也是如此 嫁女的人家 三天不熄灭红蜡烛 是因为父母思念 出嫁离别的女儿 你以骨肉香梨为苦 难道禽兽 凡以骨肉香梨为乐吗 五 宴请宾客 不应该杀生 在美好的时光里 贤德的主人 高尚的宾棚 以素食菜羹来招待 不也挺清爽雅致吗 何必杀害许多的生命 穷极奢侈 而禽兽却在宰割中 哀鸣悲毫于 砧板基岸之上 若是知道 盘中的食物 是从砧板基岸的 哀怨嚎叫中来 以它的极苦 为我的极乐 你还能厌得下去吗 能不为之悲哀吗 六 祈祷不应该杀生 世人有了病 往往杀生祭神 祈求保佑 可你想一想 杀他命 以言我命 背逆天理的事 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 正直的人才能成为神 神难道会寻思吗 结果是 自己的生命没有得到延长 而杀业却加重了 杀生者短命 真是背道而驰啊 过多 过甚 过烂的 祭神祈祷 如杀生求子 杀生求官 杀生求财等等 即使得了子 得了官 得了财 也是你自己 前生的福报 是分内的事 与鬼神无关 如果 因此而相信 鬼神灵验 对鬼神 深信不疑 那么 邪之邪剑 会更加严重 以致不可救药 实在 是可悲呀 七 谋生 不应该杀生 使人 为了衣食生计 或从事打猎 或从事捕鱼 或做屠夫 而依我看来 不干这些行业 也一样可以生存 残杀众生 必将受到神明的惩罚 以致遭受恨祸而亡 而种种杀业 所造成的地域深层因果 将是来生 受到恶报的根源 何苦不去谋求 别的生计呢